我想这个是什么 这是鸡皮 大家好 我是韩国女士阿昌 我是雅小姐 在家靠雅小姐 在外靠好朋友的 很多观众有点都说 他们很喜欢我去吃吃看 台湾在地的美食 所以我就想啊 既然要吃 就一定要吃最好吃的东西的 那谁知道在哪里有最好吃的东西呢 当然就是在地软啊 就是谁呢 应该大家都喜欢的 KIMI叔父 K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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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KIMI 诶 这次没有在做Costco的 这么多的好吃多的 怎么会这样子 我以为是你做的 好烂喔 直接吃了一号喔 不要担心 因为你绝对不再吃到我煮的东西了 再也吃不到了 太好了 没有啊 所以KIMI叔父 你今天带我去哪里呢 金美夜市 哦 金美夜市 你在这边讲到了吗 对啊 土生土长的金美人 哦 金美人 到底金美夜市卖的东西好吃不好吃 韩国人吃吃看 不进去排队 就马上来这边 没有来过的人会以为要排很久才拿 可是它其实它这边蛮不一样的 是它要先到那边自己夾完之后 跟老板领这个号码牌 再过来拿 为什么推荐这边呢 这间的味道跟外面一般的烤肉串的味道不太一样 它是有煮过在烤的 你看上面的食物都变色暗暗的 所以意思是好像浓浓的口味 对 你一点啦 配一些饮料类的话帮你吃 什么饮料 我们应该都比较常喝酒吧 喝珍珠奶茶或茶 不是 不是 如果鸭菜店看到的话 啊 新鸭菜店 看一下看一下我们刚买的那些东西 这是鸡心 哇 这是什么 真的新啊 对啊 是啊 韩国有吃吗 韩国吃啊 什么时候比较少吃到 就是鸭菜 鸭菜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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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哀啊 QQ 脆脆的 1 2 3 4 5 6 7 8 8个鸡子 我不知道是他们这边特别的手工甜不辣喔 跟外面一般的味道不太一样 外面的粉很好吃 清清的那个粉就是很厉害啊 这个吃着吃着 真的甜甜的味道是越来越强 其实味道 喔 有点辣耶 应该是不小心沾到什么滚了 我想这个是什么 这是鸡屁股 喔 感觉不敢吃喔 以前小时候也不太敢吃这个 因为它有一个 不是便便的味道 便便的味道 便便的味道 我猜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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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才知道上面有一个 鼓鼓的地方就是微脂线 你要用牙齿把这块咬掉 然后再直接吃会比较好吃 也是有特殊人是喜欢特殊口味 就直接 但是现在是没有吗 有啊 它有啊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打掉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打掉 喔 不是 然后把它出去 再吃两个 这个就是它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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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看过很多脂肪耶 这个 嗯 甜蜜就是你的脂肪耶 你还是不喜欢吗 还是因为你一直听到屁屁屁屁所以 其实外面是好吃 嗯 但是一直听到 所以呢 吃吃吃吃吃 口感是越来越好 哦 最长 鸡的肠子 鸡的肠子 鸡的肠子怎么那么肠啊 哦 这么好吃 好的味道 真的蛮像的 韩国也吃肠子吗 猪肠牛肠 你叫少鸡肠 我感觉 吃一个鸡里面的 韩国大厂 为什么我想喝啤酒啦 不是说爸爸会看吗 爸爸 喝啦 喝啤酒好喝 野韵一号出口出来 往后面走 近南夜市的第一家 就是这一家 上海生煎包 鸡里角到的地方 对 你不要看它好像排很多人 其实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很快就排到了 那你们要什么口味啊 肉肉肉 菜的要吗 不用 有一点特别的是 看起来是煮 它是用那个水蒸气吗 对对对 焖熟 焖熟之后 然后再用干煎的方便 所以我们煮度会是脆脆的 肉的上面有撒芝麻 哦 这是鸡肉粉 吃菜一点 吃菜一点 那是蔬菜有什么好吃的 里面是脆脆脆 脆脆 高粒菜的那个甜味会出来 对啊 我本来喜欢肉 但是今天蔬菜是比较好吃的 对 肉是有一点鲜鲜 所以蔬菜是甜鲜鲜鲜鲜 我觉得他们加的很好吃 是因为这个价格 比辟值真的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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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也觉得很高 那我们现在介绍这个儿妈妈 其实这家也只是开很久了 一家店 可是我跟雅小姐都没吃过 这家每次经过的时候 都人超级多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吃吃看 一起尝鲜 啊 啊 鱼肉 鱼肉是什么 吃在韩国我们不常常吃鱼肉 鱼肉算是比较贵的 对 我也觉得 不容易找到 我对不起 平常比较少吃 因为来夜市的话 通常就会想要多吃一点小吃嘛 但是呢 如果你以鱼肉店来说 这边算是CP值很高 我们这样子是250 其他店可能300以上 哦 嗯 鱼肉就是比较有嚼劲 所以它这家特别的切比较薄 因为如果你切它以后呢 嚼起来就会嚼很久 切仔面 鲜仔面 鲜仔面 现在吃的面 啊 但是为什么我们订做这个 鱼肉就很常会配这种切仔面 简单的面配当的肉 嗯 嗯 真的很简单的口味 你还没有吃 你为什么要不要把它给你 可是这部分是有一点淡淡的 切仔面都是这样 可以加鱼肉 你要加鱼肉 你有时候会加鱼肉 你去带鱼肉 你去带鱼肉 但你还加那么多 哇好水好水 好辣喔 这家是我还蛮喜欢的四神汤的店 它原本是开在那边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比较漂亮的那种店面 那除了四神汤味道之外 里面两个汤匙套在一起特别Q 这个很好吃 所以带你们来吃 走吧 四神汤 四神汤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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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在用上去旁边四神汤汤 是我的 那个餐厅是中央味道不太重 但是这里是比较重的 中央味道是不适合我 但是这个汤蛮弹性的 我来台湾以后尝尝这个 你们做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我的地方尝尝去香港 你们应该用了这个薄粉 所以呢真的口感是蛮不错 中央酱汁用来配那个面馅的特别 很特别的白 不是加太多了 嗯 有耶 好吃吗 就在餐厅面馅 味道是不是那么很重的面馅 可以就在一起吃的时候 味道是刚好 如果有一个人喜欢中口味的话 一定要拿这个酱 对对对 要加醋 先一点点试试看 超好吃的啦 好 本来口味是比较好吃 我不是吃很多水果醋 就是水果的 就是饭 其实我们已经吃完了 但是呢 因为我们刚看到旁边的人都有点油饭 所以我们就又去点了一个油饭 那是下面很多香菜 韩国人最怕香菜 好不好 得了 谢谢 你陪我们一起来酒店 刚刚的时候 我感到你是很好的女生 我已经就好了吗 还有很多人 从天线女生那个就不贴心 没有 先吃吃看原味 相信是我们吃过的油饭 就马油味道是比较重 也是比较甜甜的 这个餐厅是比较鲜型的 那是不是有一个酱可以加给你 我不太喜欢 加了呢 加了呢 这个餐厅 这个餐厅 配酱汁蛮好吃的 真的 真的喔 真的喔 香菜 こちら他部分 啊 これはよね 他们都没有给我们很多种族 enses 一般去选三样吧 三样是15 四样 Wow 然后第五吧 今天我设过あの 今天我选一個弹性的 弹性的 materials 真的耶 你自己的珍珠也是QQ的啦 好了好了 赶快吃咧 哦 里面有白色的是什么 这边他们这家豆花 超级厉害的 那豆花有一个焦香味 很有传统的味道 是我带朋友来 一定会来吃的 一家店 很好吃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口味 因为 我还没喜欢台湾食物的时候 他一直都吃这个豆花 我最爱豆花 我慢慢的喜欢 豆花食 吃一口豆花 我的嘴巴里面就有肉汗 豆腐食 啊 啊 还没办法的吗 哦 还没修成豆花的感觉 我的意思是 吃豆花就很干净了 哎 我这个 特别好吃 这边逛逛以后 吃点心的话 真的干净 我还是做太多了 所以你要配豆花配芋头 我比较喜欢豆花跟这个蒸鱼汁 哦 因为芋头的味道我还没喜欢 我比较喜欢这个 嗯 嗯 这市场里面他们卖这种类的 不因为就是杰鱼的 不是啦 这个就好像蒸鱼一样的口感啊 哦 好吃啊 刚好有一个船船飞进去了耶 对 刚才这是船头 就是 这是连文杰喜欢的口味 哈哈哈 那你们今天吃完那么多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YAMA 啊 哦 妈妈 叫肉 哦 妈妈 哦 妈妈 他这个已经前三年了 感觉他今天对这个 敬讶的部分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按赞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韩咚小铛 不是 好朋友 金米师傅 谢谢金米师傅 谢谢金米师傅 慢慢来 看看 这个